打成那样猪八戒还好点啊 沙河上也大概有一个形象 还有好多那种各种妖魔鬼怪 您都怎么做不出来呢 瞎弄 瞎弄 当时我记得王老师来做这个 就是西游记造型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我们写经理由代表的 很多的一些猴戏造型 包括那种连环画 那个油画 国画 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你像我那个开始的时候 人家忘了 给里面放海绵 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感觉 露那个弹簧 对 弹簧 弹簧一站上以后 他就直接 不胡贴就须着 眼睛就在这儿像眼镜一样 然后贴上以后贴紧了 可以看出来了 弹簧不起做压扁了 一卸出来 脸也成麻子了 那弹簧全扎 扎的圈 那时候真是王老师想了好多点 听说您今天还带了俩学生来是吧 对对 我给二位这个安排一任务行吗 标上这工作人员 现场的观众 你们随便挑 完了后现场给我们画俩人 行了 画一猴子画一八戒 对 你们捡那个谁长得像猪八戒就给谁画了 生活当中还像猴一样 老天的吃亏 我们刚才标上那个造型好了吗 我们的节目是第一次把三位唐僧聚集到了一起 在街上有没有人直接把您叫观音菩萨 有 其实我在西游记里边的戏特别少 那你们在剧组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特想问你们 你们互相怎么称呼 有的时候 有有有有些事在一块 你急着 我说进来进来进来 猴子 他在听讲 不是急着 从导演开始到底下 导演那是叫猴子 我叫猴子 他这样就直接了 更直接 剩直接 我叫他猴子 因为戏里头我叫他猴子 生活当中他就不是 他他比我小 另外他虽然是 是是这个 比我小 但是他 他还是生活当中 还像猴子一样 哎 老觉得吃亏这么西里 他他他他太精了的 整个精法 你看我们几个人正好没事 说咱们一块到山上去 透透气 他呢 连续拍了几天戏 确实比较累 但是他不跟你直说 说我不去了 我累 他不直说 我进来咱们上上上山 你直说你也不干了 完了他就说你 好了好了好了 啊我先前面去了啊 前面走了 哎换着鞋 我们俩就跑到山山脚梭了 你看 进来了 他说进来哪儿是吧 我上去了 咱们追 我们就追 追到板山腰了 那是整个人 没有踏山的 看越多了 还踩不住上 人家说 多跑多跑了 我咱们让猴子又给撞了 我没来 他说不可能 可能他在上路上 我不对 他没那么快 结果一下 一看 他躺到船上看报 射了一下 已经射完架了 完了还完 你干嘛去了你 你怎么没去啊 我答应你们去 我就被他躺在石膀里头 躺着我 瞧你们俩躺过去 非常得意 所以他生活当中 他还是红结红结的 我就问他叫红结 李永远红的 本来不是因为 开始演了一个市集嘛 叫除了吴继泽 杨洁导演 老觉得就是 他没有灵气不够 就是好像太老实了 所以你们生活中 完全可以 非常烦 所以开个玩笑 做一些相议的恶作剧 我记得当时 最印象深的 甚至到什么程度 就我一眼神啊 导演在监视机看 说你现在是 往左 再往右 再到中间 完了再转眼中的 一瞎 一动眼 你想这么眼的话 我一眼都老在听外面的话 就老出戏了 那是一时候 所以我这也是 功学需要 就生活当中的 这些的 不见得有一些的 小的玩笑 促成了我们 整个在 电视剧的展示上 就已经有一个默契 你说走路 在行路 摄像在前面就 就开始 扛着机器 就从那开始走 这走就走出花样来 这个不是说 你走在 完了之后 我过去啊 我上这来 你躲在 没有 全都没有 我一拍他 他马上就知道了 真的就像 十多四人去取经的这种感觉 这样的状态 吃饭 吃饭 我拿着 吃吃吃 完了 煎一块 刚才你煎 你刚才吃 我马上来 就拿筷子 就家里 那你干什么 你怎么还吃的 这剧本上都没有 你怎么还 我不是 我说 我给师父吃 我吃 师父 师父 还是师父 我吃 我不要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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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这些东西 都非常默契 这些小地方 那说到这 我们刚才 标上那个造型 好了吗 造型大师 瞬间打造 悟空八戒 化妆真人秀 又将嵌出西游路上 各一样的曲折故事 我们刚才标上那个造型好了吗